字幕志愿者 杨智之教授 杨智之教授1953年 以医学院内科第一名毕业 那一年,我一岁 1974年,他荣升港大医学院院长 我已经在文学院毕业了一年 但那时候,未有幸结识他 过去十几年,我已经在半退休状态 而杨教授这位90后 依然永不言忧 真的要说一声,佩服,佩服 这里真的有很多历史 很多好的回忆 好的回忆,这里真的有好的回忆 杨教授毕业的时候 香港大学的学生人数也比较少 所以他的毕业典礼是在绿酉堂举行的 教授 今天上来绿酉堂这一层 真的很有回忆 我告诉你什么回忆 我进入香港大学的时候 是1970年 9月,我还记得穿着一件绿色的袍 因为那时候是新生的 就来这里看表演 叫第二天晚上的表演 当晚利马逗堂出了一个出名的人 就是许冠杰 许冠杰那晚也是在这里表演的 我第一次进入这个礼堂 比我们早很多了 大约是1945年年底 12月左右 我爸爸带我进入这个礼堂行走 当时是望到天的 没有了天花板 因为是日治时代 日本拆了屋顶 那天我们就看得到天 这天我爸爸带我来 因为我爸爸大约是1920年 在香港大学读书 所以他很怀疚 就特意带我来看看 香港大学现在如何 你爸爸也是港大救生来的 是的 你来陆友堂 当时我还没出生 对,很多人都没出生 在陆友堂堆落的孔庆营楼 是我大学二年级 曾经造暑期宫的地方 当时这里是港大的入学处 对杨教授来说 这里更加是一个时代的转悦点 我认识当时是1941年12月7日 为什么这么记得呢 因为1941年12月8日 就是日本侵入到香港 早前一天我们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天下午 我爸爸和我姨哥 我姨哥当时读三年级医科 带我来这里留下 他是学生 就可以去餐厅喝下午茶 谁知道第二天 8点钟就已经炸弹在启德机场 炸了启德机场 一场战火 令当时10岁的杨教授 陷入停货边缘 还改写了他的命运 教授,每一个学生都有志愿 你读书时的志愿是做医生吗 对不起,不是 因为我读小学时 现在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是 我有很多幻想和梦想 当时很仰慕科学家 拿到诺佩尔奖 或者背负政治家 改变国家 改变社会 所以当时我打算要不就去政治家 要不就去读科学那方面 来改变社会 改变世界 那为什么会转来读医科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 三年零八个月 在香港轮沙 我没有书读 除了读了六个月也没有书读 我实在中学大约读了 不够三年中学 就入大学了 所以科学根底完全没有 除了计数 因为我爸爸很喜欢计数 爸爸教我计数 但是文学方面 中文、英文 爸爸也有教我 但我不是特别有兴趣 所以发觉 到了四、七年大学的时候 发觉如果我读文科 或读理科 我可以进入大学 但是我最多是一个普通的毕业生 一定不会得到第一层读 我觉得又不太想 不如找一科 第一,就是文理并重 你知道医科是文理变重 是艺术和科学 但不需要哪一科特别标青 第二,当然是受我大哥、二哥的影响 因为他们两个都在香港大学读理科 请求求求求求求求你 forme